USB隨身碟的製作 我們直接在層次上面打輸入USB 看你會看到製作開機隨身碟這支層次 進來也算相當容易 第一個你要把隨身碟抹除 要不要抹除?是 這個時候抹除隨身碟 它會要求你輸入密碼 請輸入管理者的密碼 然後 你要有 光碟機 光碟片或者ISO檔 那我個人是比較推薦用ISO檔 所以你選擇其他 那你要用哪一個ISO你自己選擇 只要有任何一個ISO就可以 那這邊如果是無邦兔系統 你要保留多少額外的空間來存 自己可以選擇最大4G 然後選擇開始製作 這樣子就很容易 就做完 一支開機隨身碟 那這邊也不會有雜七雜八的一些 畫面出現 現在做的還蠻簡潔流暢 使用上也很簡單 我可以選擇 我們來選擇 我們來選擇 再次選擇 谢谢观看